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編 在今天的這個維修之後呢 到7月17號之前 有一個新的活動就是 可以製作受祝福的強化卷軸 那這個強化卷軸就是大家所熟悉的這個 住跟住房的製作活動 那小編相信呢已經也很多人期待很久 因為這個活動類似的活動已經很久沒有推出了 那我們先簡單來講一下這個活動 他這一次的這個住五住房的製作呢 材料一樣是要用這個 隊伍器施法的卷軸 不論是刻印或者是非刻印都可以 那他總共要三個材料 第一個是卷軸一百個 然後材料的話要第二個 他有一個祝福的氛圍 然後這個祝福的氛圍是要用製作的 你必須要用一萬塊 然後去製作這個祝福的氛圍 然後再來材料三 是可以用一百萬金幣 或者是五十個職念去製作 那這個是住五的部分 那下面住房的部分也是一樣 只是不同的地方在於這個 隊伍器施法卷軸 對盔甲施法卷軸 這個是看你要製作什麼 然後他就是什麼 但是你要注意一下 因為他這邊材料雖然說可以刻印跟非刻印都可以拿來當層次材料 但是如果說你今天只有96張這個刻印的房捲的話 那即使你有再多的這個非刻印的房捲都是沒有用的 不過沒關係 如果說你有缺的話 他這一次也有這個兌換的活動 你可以把這個非刻印的卷軸 兌換成製作成這個刻印的卷軸 然後來彌補這個數量 這個是可以的 然後這個祝福的氛圍我們剛才有講了 他是要用製作的 然後每個帳號只能製作三次 那可以製作三次的意思就是說 每個帳號你只能製作三件 不論是住五還是住房 總共就只能製作到三個 好那就結束了 那這個活動其實就很簡單 不過這個接下來的訊息 對大家來說比較重要一點 就是因為韓服之前在這個活動後 他有推出一個世界樹的這個沖裝活動 他翻譯起來叫做世界樹的祝福 那台版可能會名稱不一樣 但是基本上換湯不換藥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他這個活動就是 你只要擊殺一千隻怪物 就可以參加這個活動 然後他會給你一些沖裝的道具 那在這個活動裡面 他是給你一個枝幹 世界樹的枝幹 跟世界樹的這個藤盔甲 好不管他是什麼裝備 其實他就是目的要讓你去沖裝備 好那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獎勵 這個獎勵的話就是 你只要有加7的各加7 就可以獲得經驗值獎勵加1% 這個是一個收集品的效果 好那他當然是限期的 那他活動大概是給了3個月左右的時間 然後再來 如果是你都衝到一個武器衝到加9 那防具衝到加7的話 可以獲得經驗值加3% 好那除了這之外 還有一個是大家比較關心的 就是你有加8枝幹 或者是加6藤盔甲 或這個是或 其中一個就可以了 你就可以換10張這個娃娃娃抽卡 那如果你有8藤盔甲的話呢 你可以去換這個稀有火法娃娃卡 那如果說你更厲害更狂的話 你有加10的枝幹 或者是加9的藤盔甲的話 你可以直接換英雄級的娃娃 這個的話其實 大部分來想我想 大家會以這個為優先 因為這個的話 他比較容易去達成 甚至說你用這個 這個也是有 就是初步的一個目標 因為這個都是過2 這兩個的話 他就是過2就可以達到 但是 以小編之前玩的這個 看起來應該說 我看了幾年 他其實不大容易去達成 像這種衝裝活動 他的機率 普遍來說 衝裝機率會比較低 好那 這個重點他 跟這一次的這個 兌換住五房的這個活動 其實大家互相去 考慮一下 如果說你之後 想要參加這個活動的話 那你這一次的住五房 好這個活動 我就建議你就 節制啊 你真的要節制一下那個量 因為後面這邊的話 可能會噴掉你 上百上千張的這個 房捲舞捲 那如果說你都把它拿去 兌換成這個 住五住房的話 那你就會少很多 不過如果你有上千張的話 基本上還算OK啦 你就不用去考慮這麼多 因為其實住五住房最好 最划算的取得方法 我覺得並不是用製作的 我覺得並不是用製作的 重點是你必須要把這個 房屋捲 留一些量 留在這個衝裝的活動 如果你要參加的話 那如果你都不參加這個衝裝活動的話 那就看你要怎麼樣去分配 記得要注意一下這個活動就對了 雖然說我現在講的 但是他不確定是在什麼時候推出 不過這個活動 會是一個滿有一個話題性的一個活動 除了接下來還可能會有這個 視頻 視頻再次強化 的這個活動之外 這個活動其實還是很多人去關注的 好那以上呢 就跟大家分析提醒到這邊 那如果喜歡小編的影片 記得要按讚訂閱加分享 那我們下次影片再見 感謝大家收看 掰掰